下面一条来自山东 山东骑鲁电视台小夕办事的制片人主持人王熙11日中午12点26分 在他的实名微博上发帖声 刚到医院看望了杜传旺 这个13岁没有母亲的孩子 为了养家到汽修店打工 竟然被两个工人把高压充气枪塞入钢门充气 孩子肠子几乎爆炸五脏六腑 全被气冲得挤到一起 太惨了 2012年的7月12号下午1点左右 杜传旺从夏金医院送往北京八一儿童医院进行救治 那么晚上的五点左右 急救车抵达了北京八一儿童医院 这两名肇事工人分别是22岁27岁 现在两人已经被德州市公安局夏金县城区分局刑事拘留 那么所需要的14万多元的小杜的医疗费用 在12号上午也就是记者发稿的时候 天使妈妈基金会的平台上已经捐够了14万多元 现在的捐款已经暂停 不知道是谁这么狠心 也不知道是谁这么无聊 对一个如此懂事的孩子下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